张继科的后续我们还没等到 但是张继科事件却把隐退多年的卓伟给炸了出来 根据内于以往的经验 卓伟给盖章的事 那多半大概很可能基本上就准了 前两天有狗仔连线卓伟 卓伟讲了他亲身经历的张继科事件 卓伟说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就接到过电话 那人说他手里有景田的视频 卓伟就问他 你跟景田什么关系 你怎么得到了视频 那人就说是张继科欠他们公司1700万赌债 但还不上了 不过张继科说你们可以找他前女友要 他前女友是知名女明星 然后张继科就把视频给他的债主了 张继科的债主之所以联系卓伟 是想让卓伟去给景田那边要钱 多要来的部分卓伟可以自己收着 比如卓伟管景田要了5000万 那么多出来的3300万 就是卓伟自己的了 但卓伟纵横娱乐卷这么多年 他懂法呀 这种缺德又违法的事他没有干 不仅没有干 卓伟还找中间人 特意去提醒了景田 当时正在拍思藤的景田 知道这件事以后一度崩溃的没法拍戏了 当然了以上都是卓伟自己的陈述啊 如果卓伟所说的都是真的话 那张继科干的这事 那确实不能用扎和烂来形容了 如果卓伟所说的是假的 那么啊 我支持张继科去告他 你张继科的事 从被爆料出来到现在 也20多天了 如果不是这次卓伟出来 好像这个事啊 就跟以往很多事一样慢慢的就过去了 那可不行 张继科这件事 跟娱乐卷普通的塌房事件还不一样 张继科毕竟是夺过很多荣誉的冠军球员 也是很多孩子们学习乒乓球的榜样 如果张继科是无辜的 那么必须向公众说明白 不能让一个功勋球员蒙受不白之冤呀 如果张继科确实有事 那就更得查清楚 说明白了 好让所有人都知道 一个拥有无数光环的功勋运动员 是如何因为人品 因为毒瘾 自己把自己给毁掉的 你冠军奖牌的不是一个人的免死金牌 这不是更有教育意义吗 你这格局彻底打开了 希望张继科的事不要不了了之啊 打入室就不送了 等机卡老弟有后续的时候再送台